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说秦始皇的眼光很不错 因为在他云游秦山2000年之后 一座造福万民的浩大工程就此拔地而起了 什么工程 这就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 那么秦山到底有何奇特之处 不仅让秦始皇在此驻足 更让新中国第一代核电人将我国首座核电站选址于此呢 今天咱们就来解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其背后的故事 绝对会超乎您的想象的 来咱们回到1970年 1970年春节前夕 周恩来总理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报告 报告称上海的许多工厂正面临停产 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 铁路的运输能力也已经承载不了更多的运输任务了 为什么呢 因为缺煤少电 电非常缺 好多企业 好短短的企业 开了一半 没电了 停电了 好多企业 它就规定你 一个星期 真的开三天 要停四天 我们上海就开三停四 为什么呢 没电 注意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工商业大都市 更是我国命卖产业的基地 如果经常性的开三停四 那将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且缺电这个事啊 也不是上海独有的呀 整个华东地区都很缺呀 有的地方缺的更严重 有这样一组数据 说当时华东地区人口 占全国的30% 工业产值呢 占全国的40% 但是能源量 却只占全国的7%呀 如此尖锐的供需矛盾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办法 当时周总理提出来 这个中国要想解决电力问题 特别是华东地区 却没少气 必须发展隔电 解释一下 周总理提出的发展 核电并不是突发奇想 他说这个话呢 是有一定背景的 什么背景呢 一是二战之后 核电是世界和平利用核能 以及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因为核能原本是为军事服务的嘛 比如说原子弹呢 核潜艇这些军用的武器 军火 可如果我们能够搞出核电站 这个综合国力将上升一个台阶啊 二就是用核能发电 原理上也行得通啊 比如说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等等国家 当时就已经相继建造出了核电站了 美国跟法国还有英国的呢 就从核潜艇走向了核能发电 那么这都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 那么就说有了能够制造核武器 就有它有相应的核工业的基础 就有可能来发展比较规模大的 核电站的这个技术 那么我国当时什么情况呢 我国当时呢 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核工业基础 比如说1964年 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又成功的试爆了第一颗轻弹 1970年12月 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 而既然有了一定的基础 又这么缺电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展核电呢 1970年2月8日 上海市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从长远来看 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 要搞核电 至此我国的核电事业正式起步 这里插一句啊 鉴于当时的我国国防和高端技术研发的神秘工程 大都以代号来称为 比如说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叫做596 也叫邱小姐 为此呢 中国首作核电工程被命名为728工程 那么为什么叫728 因为传达周总理有关发展核电指示精神的日子 是1970年2月8号 因为这一点 728工程确立之后 有很多有关的分支机构也都带有728 比如说负责设计的叫728工程设计队 负责制造核心部件的叫做728车间 当然了 机构成立容易 但是人才难找 尤其是核电人才 这是关键的 那到底让哪些人来参与建造第一座核电站呢 周总理首先想到的是 二基部 现在知道二基部的人都不多了啊 那二基部是干什么的呢 二基部全称是第二机械工业部 负责核工业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1970年12月15号 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上 周总理不仅确定了发展核电站的安全防护原则 万无一失 不污染国土危害人民 同时呢 当场拍板 二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 除了搞原子弹 还要搞核电站 二基部必须大力支持728工程 当时总理呢 就是提案 这个二基部长呢 留位这不这样 留位后呢 留位军人呢 到 一下子毕生立起来 到 那么总理想 你们要支持上海的核电站 要派人到上海的核电站之间 那么因此以后呢 就是二基部的 一院二院四零一 二基部的一些同志呢 都在上海 不过光靠二基部抽出的人手 帮忙还不够啊 更多的人才从哪来呢 就在中央领导苦苦寻觅之时 一群来自另一个神秘部门的人 竟然主动请英 说他们愿意为核电而战 什么人啊 黑龙江哈尔滨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 二零五教研室 这位 妙宏兴 就曾经在教研室 从事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工作 那么 二零五教研室的教员 为什么自告奋勇参加核电建设呢 原来 妙宏兴等人 本来在研发核潜艇 但是不久呢 中央暂停了这个研发计划 大家正愁没地方 施展抱负呢 得知上海要建核电站 妙宏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 他立即向上级部门申请 希望参加核电站的设计研发工作 有这样的主动请英者 国家当然是求之不得呀 所以 除了妙宏兴 二零五教员是其他主要力量 比如说这位 核潜艇反应堆设计专家 铜鼎昌 也全部都南迁至上海 并且成了七二八工程设计队的主力军 因为我们搞过核潜艇的 对反应堆稍微还懂一点 所以像我们的 哈军工来的人 就把整个的核 搞核电站各方面工作 就挑起大量了 我是负责反对结构方面 随着二零五教员的加入 核心技术人员算是有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 谁来主持担任总设计师呢 仔细斟酌 中央决定啊 用这位 欧阳瑜 为什么学呢 第一是因为他懂电 欧阳瑜毕业于武汉大学 电机系 在发电厂任工程师 后来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 动力学院深造 第二呢 是他懂核呀 回国后他参与并主持了 中国第一座军用产生核反应堆的 研究设计工作 不过 懂核又懂电 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把核能 转变为电能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建设 核电站的经验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那么如此庞杂的高精尖的工程 到底该怎么开始呀 下去说 面对核技术的国际垄断 我们该如何设计出自己的核电站 在后续的建设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728工程几度陷入生死的边缘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解密 上下我们说了 建设核电站的核心人才虽然有了 可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到底该怎么设计核电站呢 估计有人要说了 前面不是说这个美英法 还有苏联都已经有核电站了吗 跟他们讨教讨教呗 我们倒是想学习啊 可人家不教啊 那个情况下面 核技术是受到国际垄断 对我们国家不光是垄断 还有封锁 请教无门 怎么办 幸好当时的上海图书馆 有少量的关于核电站建设的资料 只要有空 大伙呢 就一头扎进图书馆 翻看档案查阅资料 了解关于核电站设计建设的技术要求 但查阅只能有些介绍的资料 就是核电站怎么样一个样子 怎么结构啊样子 但具体怎么设计的资料没有呢 通过这个能了解这些 了解一些核电站的情况 就这样 在有限的资料支撑下 经过四年的苦心钻研 设计方案才得以出炉 1974年3月31号 欧阳宇带领妙红心等人怀揣着设计方案 正是向周总理以及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没错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 妙红心跪在地上 讲得很辛苦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听取汇报的周总理 更是在用生命抓七二八工程 因为当时的周总理 已经是身患癌症 就在听取汇报的当天 医务人员和救护车 还随时在外面待命呢 当时我那时候不知道 总理已经身患癌症 但是也有人问我 总理那个情况怎么样 那我总理看不出来 很精神 胡子干了很关心 而且讲话声音很小 这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 身患癌症 却依然心系着核电工程 依然在用它特有的方式 为大家鼓尽加油 在此让我们向周总理致敬 好 再说汇报 汇报情况怎么样呢 很开心 就在这天的中央专委会上 中央不仅批准了设计方案 同时还决定 划拨专用资金用于核电站的 设计建造工作 公共投资又第三个亿 才不过功能 其实盖造费就是盖工设备 就是AEA不是AE3 AE多点 困难解费又缺买 注意啊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 这笔经费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巨款啊 但是没办法 想要解决电的问题 想要拥有自己的核电事业 只能举全国之力做这一件事情 那么方案通过之后 工程进展情况怎么样呢 谁都没有料想到 事情的进展 居然惊险如过山车一般 一波三折呀 怎么呢 先说一份报告 那是1978年8月 也就是方案通过之后的第四年 国家纪委突然收到一份报告 报告说 七二八工程因设计图纸不全 实验研究不够 设备加工有困难 经济指标落后 建议停建 啊 停建 没错 就是停建 有人纳闷了啊 方案通过这都过去四年了 为什么现在提出来要停建呢 您呢是有所不知 关于七二八工程的建设呢 业界曾先后产生过三次大讨论 或者是争论 正是这一次次的争论呢 将核电建设项目推到了生死的边缘 先说第一次争论叫轻重之争 所谓轻重之争呢 就是指核电站反应堆堆形的选择 当时有两种主要的堆形 一种叫压水堆 这是世界上技术最成熟 运行安全和经济实用性结合最好的堆形 另外一种呢 比较的非主流 叫做熔岩堆 这是一种理念很先进的堆形 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堆形呢 起初我们选择的是熔岩堆 为什么呢 因为压水堆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核燃料啊 是油二三五 这种燃料的转化率不高 超过95%的燃料都会变成核废料 所以呢 核扩散的风险比较大 那熔岩堆就不一样了 它用的是土做核燃料 这种燃料呢 不仅在我国的储存量高 关键是燃耗高效啊 产生的核废料比较少 然而就在大家前行研究熔岩堆两年之后 有人提出换成压水堆 理由是什么呢 熔岩堆虽然理念先进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用于核电工程建设 技术上我们无法过关呢 这可把欧阳宇给难坏了 如果继续研究熔岩堆 技术上确实是很为难 但是要换成压水堆 缺点也很明显啊 那么到底该选择什么堆形啊 犹豫之际 欧阳宇和妙红星决定拜访一个人 就是这位彭世璐 彭世璐呢 是革命先烈澎湃的儿子 更是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 和电机者之业 曾经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 那么彭世璐是什么态度呢 一番交谈下来 欧阳宇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这一谈以后呢 这个是遇见多一次的嘛 然后彭老中这个呢 很政治的呢 他给他讲什么讲什么话 他那天我到上海去讲话 然后到上海了 他也跟上海市 在政治上一讲以后 后来把文明队改成了下水 后来上海市请彭老中作为 我们切了把工程的技术顾问 堆形确定之后 欧阳宇呢就率领设计团队 开始了核电站的设计工作 然而新的争论又开始了 甚至于是甚嚣尘上 怎么了 我们知道核电站的功率是有大小的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选择的是三十万千瓦 为什么呢 因为国外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的基础功率都是三十万千瓦 但是对于这个选择有人却持反对意见 为什么 因为之前研发熔岩堆的时候 设计的是二点五万千瓦 所以有人提出 七二八工程所采用的压水队 也应该以二点五万千瓦为标准 而且核电站建成后需要大量的核燃料油 功率太大 会对油的供应产生不小的压力 到底是采用三十万千瓦 还是二点五万千瓦呢 好在 彭氏录此时已经是技术顾问了 他跟二级部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之后呢 表示在确保核燃料能够供应的情况下 依然采用三十万千瓦的方案 好了 堆形和功率都定了 这一下该消停了吧 谁能想到 随之而来的争论 让七二八工程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原来七十年代末期 国外的核电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技术非常的成熟 据统计 全世界大概有两百四十多台核电机组投入运营 再看我们呢 依然还在探索阶段 于是有人向中央提议 跟国外合作 直接引进压水队核电站 这就是第三次争议 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之争啊 而正是这次争论 直接将七二八工程推到了生死边缘 1979年1月13日 围绕核电站技术是引进还是自主研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会上参会的六个部门争论是异常激烈 谁也说服不了谁 怎么办呢 会议最终决定 投票表决吧 而您才怎么着 投票结果竟然是三票对三票 三票赞成自主研发 三票反对 七二八工程是死是活 就看古牧副总理这一票了 古牧副总理做出了什么选择呢 只见他思索片刻 然后坚定地举起了右手说道 七二八工程是一个圆形堆核电站 搞这个工程主要是为了掌握核电站设计和制造技术 不是为了搞系列化的电站 现在已经铺开了摊子 有了初步成绩 在国外技术专利没有拿到之前 这项实验研究工作 不宜草率下马 古牧副总理的这细话 终于是保住了七二八工程 争论才得以消停 然而争论虽然停止了 但是自主研发并不容易啊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秦山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会被选做核电长指 在这次秦山核电大会战中 各个承担单位的核电人们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不易 又展现了怎样的精神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解历 上节我们说了 在经历数次争论之后 我们还是选择了自主研发 但是自主研发谈得何容易啊 在后续的建设过程呢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先说选址吧 今天我们说秦山核电站的时候呢 可以在地图上轻松的找到它 但是当年的核电人 却找得很辛苦啊 为什么呢 因为核电站的长指 条件要求相当的苛刻 首先得远离地震活动带啊 其次地基得建在稳定的基岩上 再次是水闻 核电站因为需要大量的冷却水 所以必须建在较大的江和湖泊附近 或者海边 这家从家庭地区一直到温州 整个来回 沿着海岸的港 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国家没有规定 和安全局也没有 都是我们自己定规矩 定几条条框框去悬场 虽然很困难 但是再难也得找啊 他们找啊找 不知道看了多少地方 否定了多少个地方 最终锁定了处在弱镇区的浙江省嘉兴市 因为当时我们统一遇见之门 三十万在那时候 还是比较大的规模 所以那个家电地区的这个网啊 电网啊 可以接受得了 后边的电网需要量的 都接受不了 所以投过欧阳区定的就是 建定地区 当然 嘉兴只是一个大的范围 具体应该把长指建在什么地方 大伙啊 又分头考察 可是考察了很久 依然没有确定怎么办 就在大伙迷茫的时候 负责具体勘指任务的 陈鲍芝决定啊 到这个浙江省海岩县去看一看 说来也巧啊 就在陈鲍芝去海岩考察返回的途中 当他走到一个叫做秦山镇的地方的时候 一片辽阔的海滩让他是眼前一亮 他当场对同事说 这里好 这里好 在海滩上围到海底 开点山就可以建核电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处海滩的南侧就是秦山 而秦山不仅基岩稳定性好 承载力强 同时还有利于大气流通扩散 符合核电站建设的所有条件 当然秦山虽然适合建长指 可是要把它打造成一块规整的场地 以备后续的建设啊 那并不容易 这位秦山核电站第一位厂长于鸿福 就是第一批进驻秦山的人员之一 据他回忆啊 刚到海岩的时候是冬天 那个时候是既寒冷又潮湿 第一次开筹备会 因为开到深夜 冻的大伙啊 都不得不站起来 一边跺脚一边开会 但是呢 寒冷并没有挡住大家的热情 为了给后续建设创造好的环境 大伙是修路的修路 驾桥的驾桥 正当大家热火朝天的 在秦山开山着陆的时候 负责核电装备的技术员们 也在昼夜不停的赶工 比如说上海第一机床厂 这是全国当时啊 最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厂 负责制造的就是一个堆内构建 这个构建是核电站的关键设备之一 它总共有15000多个零件 做好之后 大概有8.7米高 粗呢 3.25米重量是85吨 光听听这些数据你就知道 这个家伙是又大又复杂 造起来肯定是不轻松的呀 果然 生产还没有开始呢 技术员们就挨了当头一棒 怎么呢 当时为了生产高精度的堆内构建 上海第一机床厂向兄弟单位啊 调配了一个汤床 然而汤床刚运到厂里边 所有人呢 都被他的样子给惊呆了 他的设备啊 因为前期保养可能不是很好 生续 刀管跟柱啊 还有树显的一个仪器都坏了 怎么办 难道制造高精度的堆内构建 要靠这样的破烂货吗 思来想去 负责人陈英明决定 自力更生 改造修复吧 可是改造汤床 还只是困难的开始啊 在后期的生产过程当中 拦路虎是一个接着一个 比如说 有一个步骤是 吊篮桶体组装 其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艺就是对中 吊篮桶体中有37组导向桶 每一组导向桶都需要利用水银盘来对中 关键是 它要求导向桶之间的误差 控制在0.25毫米以内 也就是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怎么样才能做到啊 只能选择在半夜对中 这个对中必须在晚上12点到凌晨4点这段时间 你超过这个时间 你的厂马路上就有车子 你就没法对中 所以37组导向桶对中 需要在网上连续作战一个星期 所以这个我的印象很深 除了对中 其他设备零件的加工制造 也是丝毫不能出错的 比如说蒸汽发生器 蒸汽发生器被称为核电之废 承担着将核能转化为热能的重要作用 由当时的上海锅炉厂负责 其中最难的工艺之一就是在一种叫做管板的东西上钻孔 就是要在一个540毫米厚的焊材上面 要打一个孔 这个孔只有22毫米直径 但是要打540毫米深 你可别以为540毫米深是它唯一的指标啊 这个直径只有22毫米的孔洞 需要同时满足29项技术指标 所以打第一个孔的时候 大伙心里边都是虚打 当时要打第一个孔的时候 大家都捏把汗 第一个孔时间不长半小时 打完了 打完了以后就测量 大家都不敢看这个测量的数据 到下午说这个孔100%符合会成 就29个项目 打一个孔都这么见了 那么您知道当时总共要打多少个孔吗 各位9000多个 而且将近打了三年啊 当产品最后一个孔加工完 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敢放心 只有当检查报告出来 我们的产品是符合加工要求的 那么我们这颗悬子的心呢 才真正的落地 即使除了上海锅炉厂 以及上海第一机床厂 其他承担728工程装备制造的相关单位 差不多100多家企业吧 几乎都上演过类似的场景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有付出就有收获 1990年伴随着上海第一机床厂 上海锅炉厂 上海七轮机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刻 这个就是心情解冻了 无邪的喜悦 凝聚着整个部 整个自己几十年的心愿 那是故障的作 就真的还是热烈 这一刻 没错 这的确是非常难忘的一刻 因为秦山核电站第一台核电机组 不仅为华东电网增添了 三十万千瓦的电力 更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见证 是国家自信与实力的体现 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光荣 此时此刻不禁详细 1974年 周总理 拖着病体听取报告说的场景 这盛世如你所愿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以及微信公众号 将一起为是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